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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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LGH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來閃亮為各位做介紹的呢 就是澳米加瘦X抗體板的完成開箱 那現在各位看到的這個呢 就是Lite桑已經完成的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整個完成的澳米加瘦X抗體板 相當相當的大個 相當相當的大隻 各位可以看到像Lite桑的手這樣子 跟一隻手掌跟手指的高度差不多 那整個把玩的體驗呢 Lite桑只能說呢 這一個澳米加瘦X抗體板呢 做完之後呢 把玩一次呢 應該就不會有人想要再繼續把玩下去了 因為呢 它的尖銳的地方相當相當的多 那各位在把玩的時候呢 其實呢 能夠互相干涉的地方也相當的多 舉例來說像是腿部 腿部這邊呢 各位在把玩的時候呢 第一個可能會遇到會干涉的點 就是這裡 那需要呢 調整一下角度 才要辦法調整 然後腿部這裡也是一樣 腿部這裡呢 它還只能往後 它呢 不太能往前 稍微可惜一點 那干涉的地方呢 腿部也有 那手部呢 當然根本不用說了 像是手部啊 你想要擺一些姿勢啊 都必須呢 調整滿久的一段時間 那再來呢 就是呢 跟披風這邊 跟披風這邊 各位在把玩的時候呢 當然呢 一定會跟肩膀這邊的零件呢 互相的來做干涉 那再來呢 就是呢 頭部 好 頭部呢 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它兼錄的地方呢 相當的多 所以各位在把玩的時候呢 也要特別小心 那整個奧米加獸S抗體版 完成之後呢 其實呢 相當像 就是 紅蓮騎士獸 跟奧米加獸的合體版 它的結構呢 其實呢 跟 紅蓮騎士獸呢 相當的像 但是呢 造型呢 是跟奧米加獸呢 相當的類似 應該是說呢 用奧米加獸的造型呢 然後呢 用紅蓮騎士獸的模組呢 下去做的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後面的披風呢 也是跟紅蓮騎士獸呢 幾乎呢 是一模一樣的設計的概念 好 那整個 零件啊 像是這樣子 延伸出來的 肩膀的 這樣子的設計的概念呢 也是跟紅蓮騎士獸一樣的 但是呢 它整個外觀上面的設計呢 卻是奧米加獸 X抗體版 好 那它整體來說呢 也比 呢 也比紅蓮騎士獸呢 要大上許多 也比呢 原本的奧米加獸呢 大上非常多 那但是呢 整個完成之後的奧米加獸 X抗體版呢 還是相當的帥氣 雖然說呢 能夠把玩的地方呢 稍微變低了 不過呢 整體來說呢 能夠呢 放著呢 擺設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 紓壓的一件事情 好 那尤其呢 它的這個補色貼紙呢 其實呢 相當的 嗯 密合 像是像這些寶石的地方啊 其實貼上去之後呢 是相當相當的密合的 它只要不亂翹的話呢 尤其是像賴場已經放了一段時間了 它其實呢 不太會亂翹 你只要有壓好 它基本上呢 是相當密合的 那也可以呢 給各位呢 喜歡貼貼紙 來做補色的朋友們呢 其實呢 奧米加獸X抗體版呢 是相當適合的 好 整個呢 像是各位可以看到說這邊 還有這裡 其實呢 好好貼上去之後呢 再用棉花棒呢 稍微壓一下 施力一下呢 它貼起來呢 是相當相當的好看的 那整個後面的披風呢 各位可以看到說呢 這裡呢 有兩個卡榫 當你想要展開大一點的時候呢 可以用這一個 可以使用這一個 當你想要收起來的話呢 可以用這一個 它就會收的比較小一點 好 那這整個呢 就是奧米加獸X抗體版的 完成的樣子 那後面的披風呢 除了可以像這樣子呢 調整掀開的角度之外呢 它一樣可以左右調整 那各位呢 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樣子來做 選擇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呢 奧米加獸X版本的 完成開箱 那接下來呢 我們呢 會用一些 照片呢 來跟各位展示一下 它的一些細節 完成之後的細節 還有呢 來賞擺出來的一些知識 那 它能夠擺出來的知識呢 其實不多 然後大部分呢 尤其呢 它就非常的高大 所以呢 必須呢 要用一些像是MG啊 等等的腳架呢 會比較有辦法呢 將它的騰空 好 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呢 奧米加獸X抗體版的 完成開箱 那喜歡我們 LGHz的朋友們呢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且呢 訂閱打開小鈴鐺 那想要第一手 得到影片訊息的朋友們呢 可以到我們LGHz上GameHouse的Facebook粉絲團按讚 那我們今天完成開箱呢 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啦 各位LGHz的朋友 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MING PAO! MING PAO! letzte檢查看 pull up 全部ooo sl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